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茶坊。 皇上遇刺那日,我正巧从湖边打水路过, 按理说,这事是轮不着我插手的, 可看到他腰间的龙门玉佩,我便知此人身份不凡。 彼时,我正被爹娘逼着嫁给村头的恶霸, 那恶霸出了整整一百贯钱。 要娶我做第十三房仪态, 爹娘本就偏心弟弟,巴布地将我早早卖出去, 于是亲事就这么定下了, 想到那恶霸满口黄牙,身高不足无耻的猥琐样子, 我决定为自己拼一把。 万一救了这富贵公子,没准命运就改变了。 我拼着一股牛劲,拎着水桶狠狠砸向了贼寇的头, 但没成想,人家钢筋铁骨, 扭头给了我一刀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我就这么晕了过去。 醒来后,我知道我赌对了, 我成了当今圣上的救命恩人, 虽然我并没有对他造成什么实际帮助, 但至少我那两下子帮他拖延了不少时间。 很快,御灵军就赶到救驾, 将贼寇们一网打尽了。 皇上,您以后可别搞什么微服私访了, 急死老奴了。 这要是龙体受损, 老奴怎么跟死去的先帝交代呀? 一道尖锐的声音传来, 我瞅着那人纯红齿白, 面上裹着一层白粉, 应当是宫里的太监总管之类的人物吧。 皇上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朕下次注意分寸就是, 李公公你就别唠叨了。 对了,多亏了这位姑娘救驾有功。 说吧,你想要什么赏赐, 朕通通可以满足你。 我摸着自己受伤的肩胛骨, 开始思虑了起来。 突然,灵光一闪。 皇上,真的什么都可以吗? 皇上想着我一见农女, 最多也就是要点钱财。 于是大方地摆了摆手。 朕一言九鼎, 你只管说便是。 眼见目的达到, 我这才娇羞开口。 民女, 仰慕七王爷。 听了我这话, 皇上的眼睛都瞪大, 似乎非常不敢置信, 你想嫁给老七。 皇上恕罪, 使民女见悦了。 说着, 我立马下跪认错, 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 还故意做出哀怨的语气。 也是, 我这种身份, 如何配得上七王爷呢? 今日有幸救驾, 已经是民女的荣幸, 不敢再让皇上为难了。 被我这么一击, 皇上的胜负遇起来了。 这有何为难的? 朕可是天子。 只是这老七, 可是出了名的浪荡公子。 你真想好了? 我当然想好了。 左右都是要嫁人, 比起嫁给村头恶霸当小妾。 七王爷好歹有钱又有严, 而且一直娶不到老婆, 简直是做夫婿的上上之选了。 七王爷封神俊朗, 民女对他钟情已久, 求皇上成全。 说完, 我一整个跪拜在了地上。 皇上已经夸下了海口, 也不好收回, 只能当众给我赐了婚。 婚期就定在了下月初二。 后来听说, 七王爷得知消息后, 还跑去宫里闹了好几次, 但都不了了之。 毕竟皇上一言九鼎, 旨意哪能轻易收回。 于是他索性整日流连烟花之地,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而我对这些充耳不闻, 只在家安心待嫁。 有了未来王妃的头衔在, 爹娘和弟弟再不敢使唤, 我干粗活。 反而整日眼巴巴地讨好伺候着。 很快, 大婚之日来临, 七王爷即便对我不满, 也不敢抗旨不尊, 只能巴抬大轿, 风风光光将我抬进了王府。 但在拜堂行礼之时, 我能明显感觉到一股子凉气袭来。 我想, 这约莫是七王爷的怨气吧。 历程后, 我被送入了洞房之中, 此时此刻, 我紧张的手心都渗出汗来。 因为先前说什么仰慕七王爷, 那都是我瞎编的。 实际上, 我连他面都没见过, 只是听村口二鸭提过他一嘴。 七王爷本人是人是鬼, 是胖是瘦, 一概不知。 但考虑到皇上仪表堂堂, 七王爷应该也不丑吧。 不知等了多久, 我已经困得双眼惺忪, 头如小鸡灼米一般, 突然感觉脑袋一凉, 原来是盖头被掀开了。 我抬起望去, 只朦朦胧胧看见一张俊朗绝尘的脸。 七王爷唇角泛起冷笑, 两根手指轻挑地勾起了我的下巴。 听说你仰慕本王已久, 你叫什么名字? 我很讨厌他这种审视的目光, 于是低下头去, 洋装娇羞, 臣妾归名宁帕尔, 七王爷冷哼一声, 嫌弃地松开了手。 宁帕尔, 本王记住你了, 不过是一介乡村野妇, 相貌平平, 也配肖想做我的正妻。 若不是你走了狗屎院, 恐怕这辈子也入不了 我府门半步。 他语气字字讥讽, 不过话操理不操。 于是我认同地点点头, 臣妾身无常处, 唯独运气一向好, 多谢王爷谬赞。 而后, 我仔细打量了他一番, 忍不住择了一生。 何况王爷自己生得太过勾人, 被人肖想实属正常。 为何不多找找自己的原因呢? 我这一番话下来, 竟说得他无法反驳。 依你所言, 倒成了本王的错了。 七王爷简直要气笑了, 他指着我反复强调, 后言实在是后言, 你这种女人, 休想本王碰你一下。 说完, 他拂袖而去。 很快, 府里的丫鬟前来传话, 说他塑在了薛姨娘的院里。 新婚之夜, 就让王妃独守空房。 看样子, 这是诚心要叫我难堪了。 不过没关系, 我反而乐得自在。 毕竟我嫁入七王府图的 又不是他这个人。 一想到以后, 稳坐主母之位, 还不用履行妻子义务。 我简直要兴奋地睡不着觉了, 但是显然我想多了。 我不仅一觉睡得香甜, 甚至还睡过了头。 醒来洗漱时, 就听说薛姨娘早早就等在前厅了。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是故意给他下马威呢? 趁着换衣服的空荡。 我向府上的丫鬟们粗略打听了一下府中的情况。 七王爷虽无正妻, 但这妾室还是多如牛毛的。 其中最为得宠的, 便是这位薛姨娘了。 薛姨娘本名薛莲, 原本是七王爷的贴身侍女。 成了恩宠之后, 便抬做了妾室。 因着是从小到大的交情, 七王爷对他很不一般。 哪怕他整日里花天酒地, 府中的女人换了一批又一批。 薛姨的恩宠依旧是独一份的。 听着丫鬟们满脸艳羡的描述, 我忍不住摇了摇头。 难怪这七王爷一直娶不到老婆。 如此花心烂情, 还专宠小妾, 难保以后不会宠妾灭妻。 谁家的大家闺秀会愿意嫁进来呢? 但与我而言, 这反倒是件好事。 毕竟我根本不在乎七王爷他喜欢谁。 他的心不在, 我这无所谓, 只要他的潜在就行。 原本只想简单打扮一番就行。 可丫鬟们坚持说, 要打扮得庄重一些, 才能压过薛氏一头。 于是我顶着满头金氏朱翠, 摇摇晃晃来到了前厅。 这气势上有没有压过他, 我不知道。 但我这颗头, 起码有两三斤重。 只见那薛氏正坐在前厅品着茶。 他生着一张千娇百昧的脸, 也难怪七王爷如此钟情。 你就是薛姨娘吧? 我扶了扶自己略有些倾斜的头, 然后端坐在了主位上。 他娇弱的扶跪在地, 开口就已经是茶味四溢。 妾身薛氏特来向王妃娘娘请罪, 请娘娘责罚。 我挑了挑眉, 妹妹何罪之友啊? 薛氏眼面轻笑, 说是来认罪, 语气中却夹带着好些得意和挑衅。 昨夜是娘娘的新婚之夜, 王爷非要塑在妾身的房中, 让娘娘失了脸面是妾身的错, 说着她奉上一杯滚烫的热茶, 只是那茶杯却不断倾斜, 眼看着就要撒在她自己手上。 跟我玩这一套, 老娘又不是没看过画本子, 我直接一个剑步帮她稳住了杯子, 而后意味深长地说, 妹妹这茶杯可要浮稳了, 若是不小心撒了。 王爷责怪我是小, 烫伤妹妹的手可就不好了。 薛氏面露尴尬, 似乎没想到小心机会被看穿。 王妃教训的是, 我端走茶杯, 随意放在了一旁, 然后做出一副知心大姐姐的样子, 拉住了薛氏的手。 其实妹妹的心思, 我何尝不明白呢? 你无非就是担心多了我这个王妃, 会威胁到你的地位。 其实, 有妹妹帮我照顾王爷,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薛氏微愣了一秒, 有些不敢置信地挑眉。 王妃所言, 可是真心话。 我不容置否地点了点头, 自然是真心话。 但在此之前, 我还得试探她一下才行。 只是妹妹深受宠爱, 应当明白, 这羽羽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 说着, 我将一枚铜钱和代表王爷的玉佩摆在了岸上。 薛氏是个聪明人, 他朝我微微汗手, 然后静止拿走了那枚玉佩。 妾身不贪, 只要这一样即可。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如此看来, 我们也算达成共识了。 好妹妹, 以后王爷的宠爱归你, 这王府的财政大权可就归我了。 薛氏朝着我服了服身, 一切谨遵王妃吩咐, 而后我们二人相谈甚欢, 甚至还决定以后就以姐妹相称了。 却没料到, 门外七王爷缓缓走过, 脸色比厨房的锅底还黑。 薛氏离开后, 王府的姬妾们全都一一来向我建立。 这一张张绝色的脸蛋, 看得我眼花缭乱, 七王爷的日子可谓是过得比皇上还滋润啊。 一直到快傍晚, 我才总算是将府中的人认了个拳。 我突然有些担忧起来, 如此多的美人, 将养起来恐怕要花上不少的钱吧。 果然不出所料, 我一翻帐簿脸色就垮了下来。 这七王府中的开销就如流水一般, 指出不尽。 原先圣上赏赐的那些扑面田地, 也都荒废无人打理, 全靠着七王爷每年的俸禄和宫礼的补贴支撑。 王府表面风光, 那里却没剩下多少积蓄了。 简直是抱歉天悟啊。 我决定, 一定要将这府中的账面好好理清。 而且还得想办法前生前才行。 否则我这王妃还没当上几天, 以后就得吃康宴菜了。 府中管家政每天为这堆破账发愁呢。 如今建有了当家主母, 巴不得将这些烂摊子全甩给我。 一时间我真的分不清, 选择嫁给七王爷是服侍货了。 早知道当初还不如问皇上要上一大笔钱呢。 可惜为时已晚, 只能认命了。 就这样, 我在帐房中忙活到了大半夜, 好不容易一身筋疲力尽回到了房间, 却看见七王爷正翘着二郎腿坐在床上。 看样子, 这是在等着我呢。 我故意倾咳了两声, 扬起笑容。 王爷今日好雅兴, 怎么没去陪薛妹妹了? 七王爷挑了挑眉, 用玩味的眼神看向我。 宁帕尔, 你何时跟本王的爱妾如此亲近了, 还叫上妹妹了? 我厚着脸皮坐到了床边, 暗示性地撞了一下她的肩膀。 这不是臣妾倾慕王爷, 所以爱屋即屋吗? 只要是王爷喜欢的, 臣妾都会好生对待。 但七王爷脸上的笑意却不达眼底。 今日你们说的话, 本王可都听到了。 说什么倾慕本王, 我看你就是贪慕虚荣。 我心下一慌, 他果然全听到了, 这时可不好圆过去啊。 正当我思考着怎么狡辩一二时, 七王爷突然栖身靠了过来, 将我揽入怀中。 你不是倾慕本王吗? 不如今日本王就成全你。 他的语气倦怠又暧昧, 我甚至能感受到他的呼吸频率。 救命,他真的好会勾人。 于是我闭上眼睛, 故意撅起了嘴, 做出期待的样子。 若是王爷想要, 那就来吧。 臣妾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你。 看着我这张平平无奇的脸, 他瞬间失了兴致。 哼, 村妇果然是村妇, 无趣至极。 想让本王碰你, 下辈子吧。 说完, 他猛地坐起身来, 而我失去了平衡。 差点摔了个狗吃时, 我用哀怨的眼神看向他, 一副欲求不满的表情。 王爷。 七王爷对着我不屑一笑, 满意地转身离开。 他走后, 我的眼神皱冷下来。 男人果然就是贱, 越是得不到的, 才越想要。 那次过后, 七王爷许久没来骚扰过我。 平日不是去外面花天酒地, 就是轮流塑在各房小窃房中。 当然, 宠幸的最多的还是薛氏。 我也乐得自在, 开始正式展开我的管家大忌。 我将府中的账面一一捋了个清楚, 还救出来不少蛀虫。 尤其是厨房水分最多, 一闻的菜敢虚报五闻。 更过分的是, 这些人仗着自己在王府中资历身, 竟然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一个不受宠的王妃罢了, 能拿我们怎么样? 到时不管他怎么说, 我们咬死不认便是。 对啊, 我们这么多人, 他还能全赶走不成。 这些都是我的贴身丫鬟春儿亲耳听到的。 我将帐不猛地拍到了桌上, 如此冥顽不画, 可就别怪我无情了。 为了杀鸡景侯, 当场我就将那几个刺头给发落了。 男的杖则五十, 丢去庄子上种田, 女的则逐出府门, 终身不得回京。 府中其他下人, 见到他们的下场, 也都人人自危, 纷纷藏起了自己的那点私心。 老老实实干起活来, 其实我心里清楚, 这长家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手下的人有点油水可捞。 可若是他们贪心太过, 又不干实事, 这种人不要也罢。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我又安排了一批信得过的人顶上去。 如今不仅有了自己的心腹, 还在王府中树立了一波威信, 也算是一举两得了。 解决完府中的猪事, 我又将那些闲置的农田 也给运作了起来。 当然, 还有京中的那些个铺面, 个个都是旺铺, 若不利用起来, 岂不是报遣天悟? 但府中没有那么多献钱, 于是我找来学识一起商量。 自从我们达成约定互不争抢, 关系就亲近上了不少。 她是府中的老人, 在后院中也有些威望, 学士带头变卖了自己的首饰 为我筹钱。 其他妾室们见状, 也纷纷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 我答应姐妹们, 一旦铺面开始盈利, 保准他们越越都有分红。 事实证明, 我的想法是正确的。 不出一年, 京中的几个铺子 就赚得盆满钵满。 那些原本荒废的田地 也都大丰收了。 不仅一次性还清了 众姐妹的钱, 还改善了王府的生活。 要知道, 其王爷平日里花天酒地, 只管把妾室内进门, 向来不管他们死活的。 一些不受宠的姨娘, 日子难免过得紧巴巴的。 如今不光月月, 都有分红拿。 我还会额外拿出一笔钱, 犒劳大家。 每月谁是寝最多, 就能得到一笔滋补身体费。 谁是寝的最少, 也会有额外的心理安慰费。 如此一来, 姐妹们对我这个王妃愈发满意。 成日里没事就来我院中转悠, 生怕哪天我抛弃七王爷跑路, 他们可就过不上现在的好日子了。 而七王爷对我, 也是挑不出半分错处。 我作为当家主母, 府中各项事宜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还不度不恼, 帮他安抚了不少后院的姐妹。 若是换作其他女人, 后院早就闹翻天了。 能娶到我, 真算是他踩到了狗屎运。 从此我在王府的地位, 也变得愈发稳固起来。 开春时, 薛氏肚子里传来了喜讯。 我比七王爷还更高兴, 顺势将他抬坐了侧妃。 薛氏对我千恩万谢, 还说一定让孩子认我做肝娘。 我忍不住笑他, 才怀孕就糊涂了。 这孩子一出世, 原本就该叫我一生母亲的。 本以为, 日子会这么和和美美地过下去。 可自打薛氏怀孕以后, 七王爷就变得反常起来。 他回府的日子越来越少, 几乎屈直可数。 即便是回来, 也只把自己锁在书房里, 从不踏足后院。 我是无所谓, 但府中诸位姐妹们 总嚷嚷着深归寂寞, 尤其是薛氏。 本就是需要人关心的时候, 绕是我平日里对他多加照拂, 时常去探望。 他也依旧总是愁眉不展的。 无奈, 我只能趁着七王爷再次出门时, 派了个小厮跟在后面一探究竟。 这才知道, 王爷这段时间都塑在了烟雨楼, 原本也没什么稀奇的。 可王爷若是看上了哪个花魁娘子, 便内进府中做个妾室便是, 何苦还要藏着掖着呢? 薛氏听说这件时候, 总是心神不宁, 非要嚷嚷着让我带他去看看。 王爷与妾身相伴多年, 他从没像现在一样冷落过我。 姐姐, 你就带妾身去看看吧。 我瞅着他这满脸愁容的样子, 实在是没办法, 只能任由着他去了。 可当我们看到那女子第一眼时, 薛氏就知道, 他已经斗不过了。 我从未见过七王爷 如此讨好一个女人的模样, 平日里, 他自视甚高, 对我总是趾高气扬, 哪怕是跟他多年的薛氏, 也最多只是宠爱而已。 后院其他女人更是不必说, 统统被他当成了玩物。 唯独眼前这个女人很不同, 她明明出落于风尘当中, 骨子里却透露着一种自信, 看向七王爷的眼神, 也没有丝毫惧怕和敬畏。 仿佛只是将七王爷 当成了普通人, 还敢对他直呼其名。 七王爷没有半点生气, 反倒因此沾沾自喜。 宿娘, 你总在这烟柳之地, 难免被那些凡夫俗子惦记。 不如就跟我回王府吧, 本王定要打坐金屋, 将你藏起来。 她笑得一脸谄媚, 期待地等着宿娘的回应。 但宿娘只是将头颅高高扬起。 七王爷, 我说过了, 我宿娘不稀罕什么金银钱财, 只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 你舍得遣散后院的那些美人吗? 说着, 她的语气中颇带着些阴阳怪气。 七王爷兴兴地摸着她的手, 本王会想办法的, 你给我点时间。 这时, 薛氏一个按耐不住, 撞开了门。 他看向七王爷, 声音中都带着哭腔。 王爷, 你当真, 不要窃身了吗? 看到我们的瞬间, 七王爷惊慌失措。 当然, 他并不是担心被我们发现金屋藏郊。 而是唯恐他的宿娘会有半点不高兴。 宿娘, 你听本王解释啊, 他们真不是我带来的。 你们俩来这天什么乱, 都给本王滚回去。 话音刚落。 他不顾薛氏尚且有孕的身子, 直接就推了他一把。 薛氏瞬间心灰意冷, 只顾着暗子垂泪。 我气愤不过, 刚打算开口说话。 那宿娘就率先走上前来了。 他看了一眼薛氏的肚子, 眼中闪过一丝肚色。 你就是七王爷的妾氏。 当真是不知自爱, 竟然尚赶着去给人做小, 还带了肚子。 说着, 肃娘一脸讥讽地摇了摇头。 我见状, 直接挡在了薛氏前面。 那姑娘自己又好到哪里去呢? 连个名分也没有。 顶多, 只能算个外事吧。 被我这么一说, 肃娘脸上闪过一丝修脑。 你竟敢如此侮辱我。 我那是不屑 跟你们这些深归怨妇争抢。 不屑抢也已经抢了, 否则怎么日日 拘着别人的夫君不放。 还是说, 你只是在欲据还迎而已。 显然, 他被我戳中了心思。 一气之下, 将我们三人 都给赶出了烟雨楼。 还放话说 让七王爷再也别去找他。 但他依然没有打算退出。 或许是那日薛逝的肚子 让他有了些许危机感。 不过半个月后, 他居然主动屈尊降跪, 搬进了王府里。 美其名曰说 烟雨楼太嘈杂, 不适合他居住。 当然, 肃娘依旧是不肯作妾的。 他在等, 等着哪一天 七王爷为他遣散后院。 八台大轿 赢他做正妻。 进入王府的这些日子, 他一刻也没闲着, 将众多妾室的院落 都跑了个遍, 劝导他们 要懂得自尊自爱, 别给男人做小。 还让他们主动时去离开, 再找个好人家嫁了。 不得不说, 这肃娘还真是头脑简单, 不知天高地厚。 可偏偏七王爷就喜欢他这一点, 由着他闹腾, 对待薛氏也愈发不上心, 甚少理睬。 薛氏到底是放不下多年情义, 又为着腹中的孩, 主动炖了鸡汤, 想去看望七王爷, 却被肃娘给拦在门外, 好生刁难了一番。 站住, 王爷心里根本没你, 何必这么上赶着呢? 女人要活出自己的尊严, 别成天就知道依靠男人, 而且还是一个不爱你的男人。 薛氏挺着肚子, 气势不输半分, 都说这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霸王。 王妃都未曾同我们讲过这些, 府中何时轮到姑娘做主了? 说完, 她端着石盒就要往里进。 肃娘自觉受到了轻视, 竟然心生歹意, 用力推了薛氏一把。 薛氏当场磕到了台阶上, 裙底溅了红。 我听了消息, 着急忙慌地赶了过去, 只见薛氏面色苍白, 不停冒着细汗, 嘴里还呢喃着, 我的孩子,孩子。 而肃娘站在一旁, 似乎也慌了神。 她双手颤抖直愣愣地看着, 只一味顾着推卸责任。 不是我, 我没推她, 是她自己。 我狠狠弯了她一眼, 然后与她擦肩而过。 滚开, 肃娘一个没站稳, 跌坐在了地上。 我静止越过她, 准备差人将薛氏扶起。 这时, 七王爷听到动静走了出来, 吵什么呀? 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看着薛氏裙底的血字, 她面露紧张之色, 赶忙上前搀扶。 莲儿, 你这是怎么了? 终究是多年夫妻, 七王爷对薛氏还是有些情分在的。 可肃娘看不惯这一幕, 居然又开始作妖。 王爷, 我好疼啊。 七王爷才注意到肃娘还在地上。 她没有任何犹豫, 就调转了方向, 将肃娘紧紧拥入了怀中。 你没事吧, 肃娘。 伤哪了? 肃娘挑衅地 瞥我们一眼, 仰起了自己的手。 没事, 只是手擦伤了。 七王爷心疼得不行, 当场就要抱着他去包扎。 薛氏在一旁看着, 眼中满是受伤。 他不死心地揪住了七王爷的衣角, 企图换回七王爷的礼制。 王爷, 我们的孩子。 但七王爷头也不回, 只是朝着我交代了一句。 宁帕尔, 你带几个下人将薛氏送医吧。 薛氏彻底心灰意冷, 跌坐回了地上。 我赶忙派人将他抬了起来。 送去了医馆, 幸好到得及时, 孩子保住了。 我这才松了口气, 否则按照薛氏的脾性, 极有可能跟着孩子一起去了。 府中诸位姐妹们听了, 也都担心得不行, 赶忙跑过来安慰薛氏。 他们左一句右一句, 吵得我脑瓜子都嗡嗡的。 好了好了, 别闹了。 妹妹大病出狱, 让她歇会儿吧。 我瞧着薛氏这面色苍白的样子, 都忍不住有些心疼。 这宿娘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可她有句话, 我觉得很对。 女人就是要活出尊严, 何必为了不爱你的男人, 伤心难过。 何况她在这伤心欲绝, 宿娘那边却春风得意。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准备找七王爷理论一番。 暖阁内, 七王爷正和宿娘浓情蜜意, 将薛氏和她的亲生骨肉 彻底抛在了脑后。 看到我来了, 她面色一冷。 你不去看顾着薛氏, 又来这里干嘛? 我沟唇冷笑, 手直直指向了宿娘。 臣妾自然是来捉拿罪魁祸首的。 薛妹妹差点一失两命, 这个贱妇却还有脸在这享受。 怎料宿娘毫不慌张, 甚至有些理直气壮起来。 她若是没了孩子, 反倒是件好事。 王爷方才已经答应我了, 要将你们通通休气, 赶出王府。 她带个肚子, 反而不好再嫁呢。 宿娘语气轻巧, 说出来的话仿佛喝口水一样简单。 我气得攥紧拳头, 虽然知道七王爷糊涂, 却没想到他居然已经昏庸到了如此地步。 王爷, 你当真要这样做? 七王爷显然有些心虚的, 却还是嘴硬道。 是又如何? 你以为本王不敢休你? 我冷哼一声。 我乃是圣上亲赐的王妃, 没有圣旨在, 你岂敢动我。 宿娘见状, 又开始了她那一套歪门邪论。 婚姻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我若是你, 便不会霸着那个位置不放。 我实在忍不下去了, 上去就给了她几个大嘴巴子。 这一掌, 是替薛氏和她的孩儿打的。 这一掌, 是替后院的其他姐妹打的。 这一掌, 是替我自己打的。 最后这一掌, 是替你爹娘打的。 你如此不知廉耻, 当真是让你家人为你蒙羞。 我动作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每一个巴掌都用上了十成十的力道。 宿娘被打得发丝凌乱, 脸上的指印清晰可见。 她不是没想过反抗, 却根本宁不过我。 毕竟我可是从小干农活长大的, 什么优点都没有, 就是力气大。 等到七王爷从震惊中反应过来时, 我早已潇洒地转身离去。 她在身后揽着肃娘, 无能狂怒。 宁帕儿, 别让本王再看见你, 你给我等着。 如她所愿, 她确实以后不会再看见我了。 因为再次见面时, 我向她递上了一纸和离书。 那日回去后, 我将事情原原本本告知了诸位姐妹们。 她们虽然为人妾事, 却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不是什么被人召之急来挥之急去的王物。 再加上, 薛氏也对七王爷彻底死了心, 我们聚在一起一合计。 与其等着被赶走, 倒不如先发制人。 你, 你们要干什么? 看着我跟我身后的一大帮子妾室们, 七王爷皱起了眉头。 胡闹, 简直是胡闹, 都给我回去。 我对着她露出挑衅笑容。 如你所见, 我们要合理, 就当是给未来的王妃疼地方了。 肃娘倒是喜闻乐见, 一个劲地窜多着七王爷签字。 王爷, 他们要走不是更好吗? 还是说, 你舍不得呀? 说着, 她故作生气地撇了撇嘴。 七王爷是彻底骑虎南下了。 这时, 她将目光移向了我身旁的薛氏。 男人果真就是贱, 别人对她死了心, 才懂得珍惜。 莲儿, 你也要走吗? 这孩子可是本王的骨肉啊。 七王爷指了指薛氏隆起的小腹。 薛氏面色一冷, 连忙护住肚子, 生怕沾染了晦气。 这孩子, 只是妾身一个人的孩子。 王爷放心, 日后妾身与您再无瓜葛, 绝不会打扰您跟新王妃。 七王爷这才性性缩回了手, 她怒瞪我一眼。 好, 宁帕儿, 算你狠。 说完, 就打算再和黎叔上签字。 我赶忙拦住了她的手。 七王爷一脸得意地 抬头望向我, 语气讥讽。 怎么? 这就反悔了。 我摇了摇头, 王爷误会了, 这和黎可是有条件的。 我也不多要, 只要那经中的那几间铺面和农田。 她微微愣了愣神, 而后不屑地说, 果真是个粗鄙的农妇, 目光短浅, 都给你辨识了。 这次我没有再阻拦, 她也果断地签下了和黎叔, 并将府中所有妾室的身器 都当面烧掉了。 我拿着和黎叔和房契地契, 看了又看, 满意得不得了。 姐妹们, 我们自由了。 众妾室们纷纷欢呼雀跃, 这满脸高兴的样子, 给七王爷气得脸都发绿了。 你们都给本王滚出去。 我挽着薛氏的首笑得得意。 祝七王爷跟未来王妃百年好合, 早生贵子。 说完, 我们一行人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王府。 不出半月, 七王爷新婚的消息就传开了。 他这场婚宴声势浩大, 一看就知道赤了巨资, 可听说婚宴当天, 却根本没几个人捧场。 也难怪了, 毕竟娶的是个风尘女, 就连皇上都嫌丢人, 恐怕那些达官贵人们也觉得磕疹。 此时, 我和姐妹们的新生活也开始了。 离开王府后, 我用先前攒到的钱, 置办了个大宅子。 虽说不比王府那么奢华, 但住下大家还是绰绰有余。 甚至还有闲钱, 能请上几个丫鬟小厮。 本着民主自由的精神, 我逐个询问了姐妹们的意见。 若是想要离开的, 可以拿上一大笔钱财再走。 若是愿意留下的, 就一起经营铺面, 一起发财。 后来, 大部分的姐妹们都选择了留下。 个别几个想回老家再嫁的, 我也给他们准备了足足的银两。 都说人多力量大, 有了众姐妹们的帮助。 店铺的生意也变得越发红火起来。 但毕竟, 京中那几个铺面能赚的钱有限。 我们一起商量着, 又盘下了几个大酒楼, 开始经营。 大家都各司其职, 有的姐妹能做得一手好菜, 有的姐妹则善于煮茶, 还有的精通算账。 和被锁在后院当金丝却不同。 在这里, 他们各个都发挥了自己的长处。 不必再依靠男人的脸色生活, 而是靠自己的能力赚钱。 半年后, 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 不仅钱赚得盆满钵满, 名声也响彻了大江南北。 这日子过得太好, 难免惹得某些人开始眼红。 比如素娘, 她一向自视甚高, 觉得自己和别人不同。 眼看着我们都成功了, 她自然也想要证明自己。 也学着我们的样子开铺面, 搞酒楼。 她号称自己有现代人思维。 搞什么开业大酬逼免费吃, 还有送什么满简优惠券, 竟是些我听不懂的东西。 或许她想法是好的。 可酒楼地段不好, 这免费吃吸引去的全是些外地人。 开业第一天就亏得血本无归, 还没落到半点好。 铺面也经营不善, 没撑够一个月, 就纷纷倒闭了。 素娘虽然不甘心, 但七王府可没那么多钱给她折腾。 毕竟当初我走的时候, 最赚钱的几个铺面和田地 全被我带走了。 留下的只有一堆烂账而已。 后来, 许久都没有再听过 素娘和七王爷的消息。 我们也继续过起了自己的快活日子。 没想到薛氏馋子那日, 七王爷却厚着脸皮来了。 他看上去, 沧桑了不少。 胡子拉叉, 再没了当年的意气风发。 莲儿, 让本王抱抱孩子好吗? 他讨好地凑上前来, 薛氏气得巴布地从床上跳起来 把他赶走。 但他身子虚弱, 这种事就由我来替他干吧。 我将一只手死死挡在孩子前面, 语气生硬地说, 王爷请回吧, 这里不欢迎你, 七王妃恐怕还在府中等你回去呢。 听到我提起宿娘, 七王爷打了个寒战, 似乎非常惧怕。 别跟本王提他, 那女人就是个疯子。 我非常不解, 当初不是她自己被迷得七婚八素吗? 但很快, 我就明白她为何如此了。 因为宿娘直接找上了门来, 许久未见, 她还是那么张扬跋扈。 看到七王爷的瞬间, 就泼辣地上去揪住了她的耳朵。 我怎么跟你说的? 不准你在外面鬼混? 当初可是你自己答应的, 一生只爱我一个人。 怎么? 又想起你那些个小妾了? 宿娘偏扯得有些可怕, 七王爷根本斗不过她, 只能一个劲地硬喝着。 本王错了, 再也不敢了。 但宿娘手下依然没有半点留情, 就这么生拉硬拽着把七王爷拖走了。 临走之前, 她还恶狠狠地警告我们一番, 你们这些弃腹, 休想再勾引我的王爷, 否则, 我要你们好看。 我瞧着两人这样, 忍不住有些唏嘘, 毕竟七王爷玩弄了不少女人, 如今自己也算遭到报应了。 这段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薛氏刚产下的女儿, 白白嫩嫩甚是可爱, 谁还有闲心思去管她们的破事。 妹妹, 还记得你当初说的吗? 要任我做干娘? 我抱着这个小团子爱不释手。 薛氏带着笑意点了点头, 自然没忘。 其他姐妹们却开始不依了, 纷纷也闹着要做干娘。 薛氏无奈, 只好都硬承了下来。 后来, 我们的生意依然红火, 只是忙碌的生活中, 多了个小家伙的身影。 她没有爹爹, 可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 因为她有很多很多 爱她的娘亲。 未来也会遇到一个属于她的有缘人。 那个人可以没有很多钱, 但一定要有很多很多的爱。 至少要比她所有娘亲加起来, 都要爱她才行。 否则, 我们可是不会同意的。 而是这 saja,